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Gobi 相信很多朋友都對於這個潑墨的花紋很有興趣 但到底怎樣做的呢 是不是很想知道呢 如果想知道就要繼續收看啦 時間關係呢 我已經預先打了一層的底油 我正在用的是這一隻 然後我需要有另外的三隻顏色和一隻底色 這裏全部都是一些韓國的牌子 是我一個朋友在韓國出旅程的時候 就買回來給我的 那多謝先啦 那淺色的那隻粉紫色呢 我們就會用來做打底的顏色 而另外的那三隻顏色呢 就是會用來畫花的 額外的工具呢 就需要有飲筒 我在Starbucks 隨便拿 一張紙和膠紙 你可以用Scotch Tape 或者任何的文具膠紙都OK的 我們現在開始啦 那開始之前呢 就需要塗上這個 淺紫色的底色的 那我不在這裡塗給大家看了 塗了一層之後呢 就要等它完全乾透 才好進行下一個步驟 那其實我已經預先做好我的左手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潑墨的效果呢 就需要用到那個飲管的小工具呢 其實就可以很容易就做到啦 開始之前呢 由於這個是潑墨的做法呢 所以手指是會弄得很髒的 所以我們開頭要先包緊指甲邊緣的位置 那你用一塊膠紙吧 先裝過去這個手指甲的兩邊 那你這條長的這樣 這樣U字形的裝過去呢 封住這個指甲旁邊的邊緣先 再來呢 就要剪一張小塊小小的膠紙呢 就黏住在這個甲床的位置啦 讓油就不會塗到下去 那你等一下清潔的時候呢 就會方便很多啦 提一下大家先 在你貼膠紙之前呢 最好呢 就先領開那些你要用的指甲油先喔 因為等一下你貼膠紙呢 就好像handy cap 很難用力去拋開那些蓋子的 那我就預先先拋開那些蓋子 先把那些指甲油呢 放在那邊 然後呢 就再拿紙一張啦 那然後呢 就可以把那些甲油呢 滴下去那個紙上面的 份量呢呢 就可以拿多一點都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都會用幾多的 那之後呢 就把這個飲管呢 就塗進去那些甲油道啦 然後我展示我的手指給大家看啦 那你其實很簡單地 用力一吹呢 就其實已經可以做到那些 潑墨的效果啦 是不是很神奇呢 耶 耶 耶 一款 laatsting 和封管和封管 用來封管鎮 quatre buckets 一本就出口 一把封管鎮 最上去一把封管鎮 還有紅色 這裡要記住 如果你是用一些比較透的甲油 最好就放在最後 如果你是用一些 突然間用一些淺色 最好剪一剪 飲滾頭 讓顏色就不會混在一起 等下就會變成一些 好像混合了顏色 最好就剪一剪頭 如是就這樣做 怎樣才夠呢 就很隨意的 你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如是你撕了膠紙 和清理邊緣 基本上我們這個 撥密的花紋就已經完成 這個就是最後的效果 當然這個步驟 是需要等乾的 因為甲油有可能會幾滑 所以就要等乾 等它大概10至15分鐘 才好進行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這個 茶面有了 通常看得我影片多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慣常習慣都是會厚 盡量塗厚一點 和落筆的時候輕力一點 不要拖到花 那就OK 就可以了 那不少得的 當然要在指尖的位置畫多一下 會令到你的花沒有那麼容易 最後你給回大概15分鐘的時間 等它乾透才好去做更容易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這個花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容易呢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次介紹的 這個撥密花紋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在嘗試的過程中 遇到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在下面的留言 寫下 我會盡量回覆大家 大家覺得有什麼想看 想知道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有機會成為我下一個影片的主題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